这个女人躲在底上卧室 她的父母尴尬地把头转过去 很快卧完了 钩子也没差 穿上裤子拿起一旁的塑料口袋 将地上的奥利给抓进口袋里面 然后将口袋打上一个死结 再把它交给父亲 父亲接过后先是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用力地将他扔出深坑 但是有时候也会失误 口袋破了掉在谁的脸上也只有自认倒霉 我日子好行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一开始 这个男孩名叫约翰 胎田博士嫖样在林间倒出拱 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深坑 走进后发现差不多有四五米高 于是她心里有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她本来有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 有姐姐有爸爸妈妈 但是她一点都不开心 不管自己做什么 父母都要管着她 还要去上学 她觉得好招逆用 就连假期 父母也给她安排了课余活动打网球 好不容易休息一下躺在沙发上玩 姐姐又要过来向她唠叨 她看着窗外 仿佛自己待在一座监牢里面一样 完全没有自由 于是她直接赶紧捞一个国脑 在杯子里加入了安眠药 晚饭后一家人全部被她给迷晕了 她还是很小心拍到拍车上 没把他们惊醒 随后挨个把他们拖出来 放在斗车上 一个个的将他们倒入了那个深坑 第二天姐姐醒来 发现自己怎么睡在这里 她急忙叫醒熟悉的父母 三人无语到家了 深坑四周光滑无比 完全没有机会可以爬出去 只有对着洞口呼喊求救 显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另一边的约翰可就安逸了 她首先模仿父母的声音 给学校打电话请假 然后开着父亲的宝马 来到镇上的银行 查看父亲的银行卡 还有75万元 看来要省着点花呀 随便取了200美金 买了一大堆杂器回家 这样就不用担心伙食了 担心父母被饿死 他拿着水和食物来到深坑 父母一见到儿子 以为这次能够得救 结果约翰丢下水和食物就走了 真是个大笑子啊 他们立刻意识到 约翰就是那个凶手 父母去的对着儿子破口大骂 你骂你们的 约翰自己玩他的 现在整个家就是他的主场了 他把游戏机搬到卧室 想玩到多久就玩到多久 没有人再来管他 深坑下的父母可就惨了 三三尝试着 站在肩膀上能不能爬出去 可惜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看来要想出去 只有等待人从外面救援 坐大的房子里 只有约翰一个人 一个人不好玩 他还开车 把同学接到家里一起玩 两个孩子在家里玩游戏 没有父母来管 那感觉别提有多爽了 玩够了就送朋友回去 还给了他一笔钱 当做是陪自己玩的报酬 他倒是玩得开心哦 坑里面他父母几人就惨了 最尴尬的是原地上厕所 空间又小 整个深坑里面庞丑 想痛快一点输出都没办法 只有把皮尔家里帮金买点我 然后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萤幕 避免坑里太臭 只有把奥迪给处理了 用塑料口袋抓起来 然后套个死结 交给他爸爸丢出去 反正一不小心口袋破了 就会撒他们一脸 又没有水起可想而知 多么恶心 就这样他们已经被关了几天了 饿得他们只有吃香蕉皮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等到救援 终于这天他妈妈的闺蜜找上门 一直微信没有回 电话也没有接 还以为他们家里出什么事情了 约翰撒谎说他父母去旅游了 显然这样的小把戏骗不到女人 大打电话报警 叫来了一名福波勒 可两人围着屋子到处搜查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无奈警察也只好作罢 家里的食物都招来蚂蚁了 而坑里面的人饿得都快虚脱了 男人怎么也想不到 要被自己的儿子给饿死 就在这时男孩终于出现了 还用绳子放下来一个桶 小美接过桶 发现里面有红酒还有食物 父亲则发现了这根绳子 说不定能用这根绳子爬出去 接个哦吼 男孩拿出剪刀 根本没有给他们一点机会 父亲好无奈 这时候根本拿他没有一点办法 哎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 约翰坐在上面吃 仿佛一家人又在一起进餐一样 一晚约翰独自一人在家里 都说晚上是最孤独的 无聊的只有玩起家里的灯光 感觉一个人也并不是那么好 一个人久了之后还是会腻的 并不像他当初想的那样 他开着车子在林间飙车 泪水滑过脸庞 此刻他深知自己犯下的错误 第二天一大早他还来到深坑 看到下面父母和姐姐都不成人样了 他内心满是悔恨与自责 随即拿来一把梯子放下来 下面的三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还好梯子够长 他们成功爬了上来 三人狼狈的走在林间 如果你是他们抓住儿子后会怎么办 多多不敢说 起码一顿暴揍是少不了的 同时三人也在想 是不是以前对儿子的爱还不够呢 走着走着发现前方水池里泡着一个人 不用说他们已经猜到了 急忙跳进水里把孩子捞起来 电影到此结束了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赶紧在评论区留言